NBA交易截止日后的第二场比赛 很多人都在猜想 当拉塞尔这名外线射数极好的球员 让他和农眉搭配会出现怎样的成效 在勒布朗缺阵的情况下 胡人却在客场最终击败了勇士 拿下比赛的胜利 在这场比赛结束后 抢走了热搜的并不是重返胡人的拉塞尔 而是替补登场17分钟 拿下12分8篮板四助攻零失误的范德比尔特 而这名球员让我留下印象深刻的是这些事 首先是他的处理球能力 像这里比斯利被勇士夹击后 将球塞给了油漆区边缘的范德比尔特 当他处理多打扫时 一个精准的左手基地传球 绕过了勇士扑来的防守 输送到了篮下队友手中成功打进 还有这两次自己一个人持球推进过后场 漂亮的提前变向接转身 过掉了普尔防守 快速的攻防转换中 一人完成上篮得分 爵士的进攻体系 本身就是倡导着人人都要摸球 人人都要投三分的模式 这种进攻体系 会不停拉高角色球员的进攻处理能力 而这份能力 在这场面对勇士的比赛 得到非常好的展现 还有就是这场比赛 范德比尔特的空切意识 在胡人转换进攻 或者落阵地战进攻时 范德比尔特有非常多不错的空切意识 后卫空切难度极大 风险又没有人 导致胡人落阵地战 进攻手段太过单一 而这 也是这名球员展现出的特质 更不用说防守方面的意识展现 这场比赛 范德比尔特展现出来的攻防技术特点 都非常好的说明 他就是胡人目前非常需要的 风险球员答案 那这个球员 为什么之前没有这么出名呢 明明看起来技术没什么过短的缺陷 应该不至于埋名联盟吧 没错 或许很多球迷都是在 范德比尔特效力灰狼的那段时间 认识的他 在前两年灰狼的比赛里 你一定会注意到 一个总是在满场乱飞的愣头青 在人群中疯狂地通过连续弹跳 抢下篮板 一次次像罗德曼似的 飞到界外救球 在和超级巨星的队位中 甚至能在气势上压过对手 灰狼的队友与教练团们 都把他称作年轻版本的罗德曼 或许你已经忘记 正在成为 NBA最好的蓝领球员之一的 范德比尔特 曾是金块在2018年 选秀大会上选中的新秀 那一年 他们用14顺位选中了波特 41顺位选中了范德比尔特 前者在几年后 成为了金块的第三巨头 拿到了顶心 而后者只穿着金块球衣 出场了120分钟的时间 就被当作交易天头 跟着比斯利等人 被送到了灰狼 不过 如果我告诉你 眼前这个包揽了 所有脏活累活 在场上能拼到 头破血流的蓝领 当年和小波特一样 是个整天绣花活的 五星天才高中生 你会作何感想 2017年 范德比尔特 在全美高中生里 排名第13 有媒体还给到了 第9的高顺位 当时他的模板 是曾经能打五个位置的天才 小魔术师奥多姆 他的身体素质 甚至要更加劲爆 还有一些人 更是把他看作是 左手版本的 勒布朗詹姆斯 当时还年纪轻轻 看起来非常青涩的他 在场上宛如指挥官般推进 他用连续变相过掉对手 突破攻框的镜头 比比皆是 黄岛对手也不在话下 吸引防守后 想象力拉满的风骚传球 更是让人直呼美妙 那时候的范德比尔特 就是全场焦点 站在一众超新星身旁 他可以自信地说出 我是个组织前锋 这就是我比赛的方式 在场上 他可以肆无忌惮地 挥散自己的才华 高三赛季时 17岁的范德比尔特 就已经身高2米03 场均得到26.6分 15.5篮板 5.2助攻 2.0技盖帽 以及2.1强断 攻防无解 被很多媒体认为 拥有同届前五的天赋 但是 当你看着这样一个 曾经处理球 放浪不羁的少年天才 现在球在手里 却像烫手山芋似的 让所有年轻的篮球星星 卫手卫脚的 莫过于伤病 太多年轻天才 因为伤病 沦为平庸了 2015年 范德比尔特 和美国青年队 拿下U16美洲杯冠军 表现优异的他 也受邀参加 美国青年队 备战U17世锦赛的训练营 但很不走运 第一天参加训练营的 范德比尔特 就因脚步骨折退出 这次伤势 影响了范德比尔特 缺席了高四赛季的出气 但他很快复出 高四场均28.5分 13.4篮板 8.8助攻 可不久之后 他在参加乔丹经典赛时 脚踝受伤 更不幸的是 同年9月份 毕业后加入肯塔基大学的他 一场还没打 就因左脚的旧伤复发 直接缺证了好几个月 受伤期间 只能用滑板车 或者拐杖 来辅助行走 范德比尔特自己回忆 都感叹说 那是自己一生最艰难的时刻 脚步的伤势对于他而言 或许不止肉体上的损伤 还有精神上的影响 你永远不会回到 没受伤之前的状态 在每次起跳前 曾经受伤的画面 或许会一遍遍地 在脑海中浮现 频繁的伤病 给范德比尔特 带来了无尽的不确定性 他开始在场上不知所措 他在肯塔基 只打了238分钟 就在疯狂三月即将到来 也是 他能够拥有在 NCAA证明自己的机会的时候 他再一次倒下了 那是在肯塔基的一次队内训练 依然是脚踝受伤 如果他选择留在肯塔基养伤 可能要到大三赛季才能恢复 而在这个钟情于 年轻肉体的联盟里 你会给一名有过伤病史的 大三老兵怎样的身价呢 所以 范德比尔特只能被迫参加选秀 受伤的他不仅没法给球队试选 而且还因为长期养伤 无法成为极战力 至少新秀赛季是无法打球的 金块肯用41顺位选择范德比尔特 无非也是看在曾经天赋的面子上 不过 培养出了小波特的金块 却没有拿住范德比尔特 这本来应是个可观的篮球价值投资案例 但在不断提高的薪资和战绩压力面前 金块还是屈服了 对于一支以突破西部为目标的球队来说 任何战斗资源的浪费 都是不能接受的 他们还是对曾经的五星高中生 失去了耐心 说好的一年养伤 两年找状态的承诺 转头打包给了重建的灰狼 从高中第一次大伤道被精快交易 范德比尔特已经有长达五年的时间 没有在身体和心理状态都准备好的情况下 登上球场了 神奇的是 当近乎绝望的范德比尔特 碰上了绝望的灰狼 二者之间迸发出了奇妙的化学反应 范德比尔特曾经阅报高中球场的进攻招式 其实早就无法适应NBA级别的强度了 更何况他在过去五年里总是在养伤 根本没有太多的时间来提升自己 但万幸 他确实有着联盟顶级级别的防守天赋 和篮板嗅觉 正是靠着这股力量 范德比尔特打赋了所有队友 包括贝弗利 贝弗利有一次采访直接说出 我和伦纳德 乔治都合作过 范德比尔特的防守和他们是同一级别的 但我之前从没听说过他 就在这种情况下 没有吸引太多目光 也被质疑能否保持健康的范德比尔特 在前年夏天只收到一份报价 那就是灰狼给出的续约合同 所以 忠肝义胆的范德比尔特 为灰狼付出所有 包揽所有脏活累活 也不足为奇了 只可惜 NBA终究是个生意场 范德比尔特又和比斯利一起 从灰狼被送到爵士 又从爵士被送到胡人 尽管遭遇了如此多的变故 范德比尔特依然足够年轻 1999年出生的他进入NBA四年半之后 还没到24岁 曾经的天才少年 差点就被NBA拒之门外 但范德比尔特不再沉溺于过去 而是找到了最能让自己 在这个联盟中立足的方式 如今 在NBA重新找到了生涯定位的 范德比尔特 也终于克服了心理上的难关 从他身上 你可以看到 关乎篮球最纯粹的东西 无论多少金钱 都买不到范德比尔特在选秀那年 仰着头时 闪烁在眼眸里的光芒 那是他作为天才的 绝对自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